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好像有点无聊 音乐 电影 明星 八卦 这里的世界很精彩 欢迎收听AM1450美国中文电台娱乐秀 秀出每一天的与众不同 我是主持人小芳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嗨 欢迎大家娱乐秀 又在每天下午点出现了 欢迎各位的收听 我是小芳 今天来秀一秀新鲜的娱乐圈资讯 首先关注舒淇 分享了一组在威尼斯电影节期间的随拍 因为参加评委 所以每一次亮相都是相当的特别 在黑白滤镜下的舒淇氛围感十足 而且这次在电影节的每一次出场的造型 真的是大放异彩 在红毯上 舒淇总共带来七套造型 演绎了三套高定的礼服 四套最新一季的 2023秋冬的成衣系列和联名系列 每一套给她穿的感觉都是云淡风轻 美得那么自信优雅 感觉那个衣服就是跟她相得一张 在刚刚结束的闭幕式的红毯上 舒淇选择了一身西装 搭配拖地长裙的款式 这一款是来自阿玛尼的高定系列 整体造型大气端庄优雅 很有东方美人的既视感 之后呢 她又选择了一身黑色的旗袍 亮相晚叶 但仔细看那个断面的黑色旗袍上 还有铜色的暗纹刺绣 哇一下子那个面料就自带高级感 以及东方的强大气场 再加上面料上的金线刺绣 感觉非常的华丽 但是又有东方低调内敛的奢华感 再来关注男歌手刘宇 最近也是现身在纽约时装周 一身卡其色的套装穿搭 现身街头的时候气场圈开 旁边好多照相机都对着她 然后搭配领带 各方面的细节满满 彭于怨工作室 罕见地分享了彭于怨外面去旅游的一些随拍照 照片没有太讲究那个脸的那个造型 男演员好像都不太在意吧 就是怼脸的那种镜头 但是呢穿着简约的白T恤 然后戴了一副时尚的那种 非常挡光的那种强力的墨镜 也展现了她独特的魅力 刘浩然有一组怪诞的乐园大片 释放出来 华生俊朗顽皮的绅士挑战了多变的造型 有点像是游乐园里的小丑 还有今天9月12号 应该是刚刚到来的北京时间 是杨幂的生日 那好朋友迪丽热巴为她庆生 说大美女蜜姐生日快乐 哇 我真的是要感叹 美女之间也是惺惺相惜 另外就在上个周末教师节 9月10号 相信很多朋友都在微信的朋友圈里 看到了很多的祝福 或者自己作为教师 也收获了很多的祝福 刘雨昕就晒了一个手写的祝福 给她的市长们 但是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因为她是手写的 那个祝福的祝字的偏旁写错了 你别说打字的话 你根本不太在意祝福就上去了 如果真的手写的话 那个偏旁你是会一点还是两点呢 其实祝福的祝是式字旁 就是一个点 那比如说祝福的祝 祝福两个字都是 还有祈福的祈 送礼的礼都是一字旁 就是一个点 但是如果是跟衣服有关的 那个两个点 叫一字旁 比如说被子的被 袍子的袍 裤子的裤 和裙子的裙 等等都是一字旁 但是呢 刘雨昕写祝福的祝的时候呢 她写成了一字旁 上晚时候 刘雨昕删除了这条微博 然后晒出了一张 写满了好多祝的照片 上晚配文说 罚自己多写几遍 感谢大家指证 有点像是小朋友罚钞一样的 写了足足有四五十遍 有些错误真的是 可以事后改正 当然也无关紧要 但有些错误就是 话虫口粗 说出来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 也很难收回了 美妆博主李佳琪 今天在直播中又向观众道歉 都说的说的都有点哽咽了 她说我说的话非常不合适 我不应该从个人角度去评论任何一个网友 我认识到这种不恰当的表达是对他人的不尊重 我会静下心来深刻反思 我也会想清楚当时我为什么要出发 据说事情的缘起是有网友在直播间里跟他吐槽 就是某品牌的化妆品现在越来越贵了 然后李佳琪呢就想也没想就回怼他 不要乱说 这个美笔一直都是79的 就是一直都是79块钱 国货品牌很难的 有时候大家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 这么多年了 工资涨没涨 你有没有认真工作 哇 这个言论出来之后立即引发了一些朋友的争论 其实在直播间就是吐槽这个价格贵 或者能不能便宜一点 或者说哎呀 有的人那都是根据自身的条件来回应的 对不对 所以李佳琪后来就表示说 我本是一个彩妆柜台的销售员 深知大家的工作都是辛苦和不容易的 我说的话辜负了你们的期望 真的很抱歉 他说之所以当时没有立马回应 是想结束工作之后 认真的向评论里的那位女生道歉 任何人都可以对直播间的产品提出意见和想法 而我作为主播 应该一直带给大家积极的正能量 并且要学会控制情绪 的确李佳琪的口碑还是蛮好的 很多人也很信任他推荐的产品 当然有人吐槽价格贵 这个也不是他能把控的 但是他作为销售人员 他也知道一份价钱一份货 或者说大家挣来的钱买一些化妆品 其实都是不容易的 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吧 我相信他内心没有那样的恶意 好继续来看娱乐秀 来秀一秀音乐会的消息 这个周末不少地方都有音乐会在开 像是台北王力宏的小巨蛋演唱会进行了第二场 陈建州 范维奇 就是黑人这两夫妻都有到场支持 然后在过程当中 当王力宏唱到 你不知道的是 这首歌是王力宏向在场所有的粉丝深深的举了一躬说 谢谢你们 我的粉丝们 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然后突然就双膝跪地 更也倒说不出话 真是有感而发 他的人生的这个经历吧 还有马思纯 这位演员去看了 李荣浩的演唱会 并且还晒出了多张现场的照片啊 视频啊 化身小迷妹 在拿着手机在下面拍照 然后还和粉丝们一同合唱 追星一族了 这是星星追星星 2023 华晨宇火星演唱会的北京站 9月9号 10号 如约开场 贺俊林 晒出了化成宇在鸟巢演唱会的一些照片 配问是 看得好爽啊 真的好牛 绝了 看样子真的很佩服 前辈的这种 这种开演唱会的气势 不过的确 据说化成宇每次开演唱会 那个造型 那个背景啊 或者什么都是弄得很大阵仗的 另外就是周杰伦啦 他既在天津演唱会出了一些事故之后 不过公司也当面说清了 就是周杰伦的身体没有问题 而且他还继续在开演唱会 继续在天津 一共有一连四天 而据说四场演唱会每天都有不同的嘉宾和好友来助阵 让每一次到场的歌迷都有新鲜的体验 第三场演唱会的嘉宾是成龙大哥 而且他还上台和周杰伦合唱了那首经典的曲目 听妈妈的话 以及千里之外 两大巨星同台 不少的歌迷表示 哇 简直是王炸 今晚的歌迷好幸福哦 不少粉丝也期待两人能合作一部电影 而周杰伦 10号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和成龙的合照 并表示 谢谢大哥 千里之外 专程来支持 竟然还唱了听妈妈的话 刘德华9月9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 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华仔声誉会 其实也是提前过 全国各地的一些粉丝团体都来到了香港 给他帮他庆祝 现场众星云集兵主敬欢 那刘德华的正生日应该是9月27号 今年是62岁的生日 据说到现场的好朋友 包括罗兰 胡锋 叶倩文 林子祥 荣祖儿等等 大家齐聚偶像 预祝偶像 生日快乐 而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今天9月11号 Selina的爸妈晒照 庆祝SHE成团22周年 裴文说今天9月11号 必须要庆祝一下 我们的三个宝贝已经22岁了 而SHE 22周年 也为了向粉丝们表达感激之情 Ella Celina和Hebe 三位重聚在一起 录制了一档特别的广播节目 也算是为大家带了一份惊喜 我在想应该是之前录的吧 提前为这个日子做了一个礼物 礼包 因为Celina刚刚生孩子嘛 肯定不方便这个时候出来 那Ella在文中就写道 三个人 有麦克风 有耳机 认真听 很美好 迎刃而解 在节目中 他们也回顾了成团的点点滴滴 还分享了未来的音乐计划 以及生活趋势 另外一个音乐消息来自 9月12号的零点时分 唐赫德发文 为张国荣庆祝67岁的名寿 他同时晒除了张国荣生前的旧照 配文 Happy Birthday to you Leslie 什么时候最适合想你 什么时候最应该一起 还来不及爱你 我短短的梦 没有道理也无法继续 就在雨季最适合回忆 到了春季 我只想远行 还来不及回忆 却发现我不过 只是拥抱透明的你 你呀你 你教我如何爱你 你的身份 感觉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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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不住你 握不住你 透明的你 就在雨季就在雨季最适合回忆 到了春季就在雨季最适合回忆 到了春季我只想有安心 在雨季最适合回忆 感觉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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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不住你 握不住你 透明的你 透明的你 你呀你 你教我如何爱你 你的身份 感觉不定 感觉不定 握不住你 我 逃命的 你 你的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非常新鲜的娱乐资讯 非常八卦的明星艺人 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 敬请每日关注 美国中文电台 娱乐秀 哇 听到哥哥温暖的声音 但是听着感觉好伤感 握不住你 透明的你 继续回来娱乐秀节目 就在每天下午 AM1450 美国中文电台 我是肖方 继续来看电影方面的消息 今天来介绍两位大导演的近况 一位是昆丁塔伦蒂诺 好莱坞的名导 据说正在筹备他的最后一部 也是第十部电影 叫影评人 今年三月份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曝光过制作的计划 可是直到演员罢工之前 该片还在选角的这个过程当中 而且好像还没选好 所以这个进度恐怕就会被推迟吧 昆丁此前说过 这一次影评人里面的主角 不会去找过去有过合作关系的演员 哇全新的 所以影迷们都非常好奇 谁会来独挑大量 因为在昆丁的片子里出现 应该也是很很有个性 很独树一致的 那目前昆丁表示 有了新的进展 就是影评人将会在家乡洛杉矶来拍摄 而且会获得很大一部分的税收优惠 那昆丁也说 我是在这里开始导演事业的 所以现在再回到世界电影之都 拍摄我最后一部电影 那再合适不过了 据说影评人这部电影的背景 设定在1977年的美国加州 原型好像是取自一位真实存在过 但却从未打响过名气的影评人 昆丁说 这个原型是一个替情色杂志写稿的影评人 他写作的风格有点像五十多岁的人 但他实际上只有三四十岁 然后他大概在三十多岁就去世了 是可能由于酗酒引起的并发症 故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更改还不知道 还有一位就是克里斯托弗诺兰 他是出了名的热爱詹姆斯邦德系列的一位大导演 每次接受采访时都会被问到 有没有兴趣指导邦德电影的意愿 而他每次也都大方的表示 如果机会合适我一定会好好把握 如今第七代的007电影据说 已经在摩拳擦掌的准备启动了 而诺兰也成为了热门电影的导演人选 据了解制片人巴巴拉布洛克里正在跟诺兰商谈 来导演下一部007 巴巴拉布洛克里打算让诺兰连拍两部 而且让他来写剧本 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因为罢工以及他自己的那本片子 奥本海默的宣传等等一些行程吧 所以没有达成最终协议 而且据说商谈的主要问题是 卡在了创作的自由度上 诺兰是要获取更多的主导权的导演 既然我拍大部分要我说了算 但是007系列电影的制片公司 向来也很有自己的主见 很少会让导演来把控圈去 所以要做两手准备吧 但是如果诺兰退出的话 导演的替补人选 还有丹尼伯伊尔 还有丹尼斯维伦牛瓦 以及保罗格林格拉斯等人 哎呀说起来这个演员罢工的这个事情 这也是要认真对待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也差不多有快半 五月份开始有这个征兆 然后正式好像是六月份吧 你看有快将近三个月了 但是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 最近SAGAFTRA的首席谈判代表邓肯就表示 好莱坞的演员罢工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 而罢工造成了好莱坞诸多片子的停摆 这个损失程度目前真的是无法顾量啊 做事情最煎熬的就是一筹莫展 时间在流逝 哪怕每一天都有一点点的改变或者进展 都好过死水一潭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方 这里是娱乐秀节目 See you Bye Bye 空气里的快乐 影子很多 盯着很逼对 不犯了心 我又想到你 浪土美梦 发光空 stuck in my dream and baby 天色的天空 云朵边边划过 偶像心里头是一样 孤独风和渔魂走述 我愿换成大地在一起 Monday 和你走老桑 Tay 做最后一半点 这样你看着落 Monday 和你走老桑 我们去和橘子汽水 我愿想和你浪漫约会 Monday 和你走老桑 不需要去说太多 我自隔着一分钟 心爱在跳动 听着声音 或者声音 浪漫里都是你 Monday 和你走老桑 一个Sunny day 个长夜空电影 一个小孩抓着跑着 画面全部百豪米 Hotter 变得晚风 有你的温柔 我相信你头是有一个 Monday 和你穿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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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勾引操持肌面 遇到的西红豆菌 Monday 和你走到Sunday 做最后一半点 车和你赶着龙 我们去喝橘子汽水 我要和你浪漫约会 制作人成为家 混漆中西红豆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